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7号,星期四 今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以93票赞成,28票反对,58票弃权 这样的一个结果 通过了把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暂时终止 他用的是suspend,suspend并不是说完全给他开除这个资格 而是终止,暂时搁置在那个地方 哪一天他达到了合乎标准了,然后再可以恢复席位 那么大家都在自媒体上都欢呼,这是一个好消息 也有很多人说,就这样的话,恐怕用不了多久 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把这个俄罗斯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资格 也给他取消掉 所以很多人在自媒体上也是欢欣鼓舞 但是这个呢,良好的意愿是难以达成的 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有人不太理解啊 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为什么设置了一票辅决权 这个Veto Power是什么时候定的呢 是1944年,当这个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 当时这个联合起来对抗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 意大利法西斯的几个主要国家 在旧金山,他们呢就是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就是在起草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 他们提出了一些这个构架 这个构架呢,后来形成了这个联合国宪章的第二十九款 二十七款,二十七款 就是Article 27 这二十七款里边就提到了 说这个五个常任理事国 一方面是Permanent 就是常任嘛,就是永久性的 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一些重大的问题 他们可以进行投票 比如说,如果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Veto Power 如果有其中的这个五个常任理事国中 如果有一个投这个否决票 那么这个决定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通过 那么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当时是哪五个国家呢 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华民国 因为这个China 它那个时候就是一般直接用国家的名字 作为一个代号 而不是说这个国家名称的全称 而仅仅用那个China China当时代表的就是中华民国 对吧 所以呢,它是字母C 排在第一位 那么第二位是France 就是F F打头的 排在第二位 第三位呢 是Russia 俄罗斯 虽然叫苏联 但是呢 它不是按照国名来的 它是按照那个国家 一般的国家的名称 按照这个字母顺席 第四位呢 是United Kingdom 就是英国 大不列颠国 然后第五位呢 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这样的话 排下来这五个国家 那么就是成为 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呢 中国共产党后来夺取了政权 尤其是在1974年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 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但实际上呢 只不过是窃取了这样的一个席位而已 因为中国的国家性质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以前的中华民国 它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它是想建立一种民主议会制 也是受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 然后呢 孙中山先生呢 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 分治权力的思想 虽然做的还不够完满 就是有些方面 可能在实施过程中 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总的来讲 它的民主程度 在当时的亚洲的共和国 当时亚洲的国家里边 已经算是相当先进 有相当多的民主成分 所以后来这个中国共产党 居然窃取了这样一个席位 所以这里边就有很大的 就是性质的变化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一票否决权 原来它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呢 就是不希望在联合国出现 权力过于集中 过于垄断权力的现象 domination domination就是占统治地位 支配地位的 假如说美国占支配地位 那么其他国家 如果没有办法怎么办呢 那当然要想一个办法来制衡 所以用这个veto power 就一票否决权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 这后来带来了很多的弊端 就是说赞成的人会认为 这个veto power很重要 它可以制衡 不能够形成权力过于倾斜 过于集中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哪一个国家想干什么事情 如果没有一个办法阻止它的话 那整个世界都要受它的拖累 受它的影响 但是现在呢 反对的声音 批评的声音又说 如果 每次 你出现了一个情况 出现了一个 大家都能够 有一个共识的情况 说要反对某种事情 要做出决定的时候 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 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 他提出了veto power 他利用他的veto power 来辅决的话 那么你这个事情做不成 所以让联合国安理会 成了一个摆设 有很多事情做不成 尤其是当 当今世界发生了这种 反人类的罪行的时候 出现了大规模的 这种屠杀平民的时候 像这种情况 按道理来讲 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应该能达成共识 进行谴责 做出一致的行动 但是假如说 发动这样的一种 非人性的屠杀的国家 居然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 他自己会动用 他这个veto power 当你们其他国家都提出来 要阻止侵略 要阻止这种屠杀 平民的这种暴行的时候 他只要投一个反对票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么假如说 希特勒德国 也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话 那么他发动这个 侵略世界的战争 挑起世界大战 那么你们是阻止不了的 至少在联合国这样的一个 机构是无法阻止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一直有人提议 要对联合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如果改造不成的话 那美国过去也有一些人放话 包括美国前总统 川普也放话 说不行的话 美国就退出联合国 因为联合国就拒绝改造 一些关键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联合国就成了一个鸡肋 这个所谓实之 不易 这个弃之可惜 就是说 这东西没什么用 只是成了一个摆设 但实际上呢 要讲美国现在彻底的放弃联合国 另起炉灶 似乎也不太现实 所以这个现象呢 就尤其是在这一次 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样一个战争中 表现的尤为突出 其实在这之前呢 2014年的时候 已经表现的相当明显了 2014年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 那个时候俄罗斯 他只要投一个这个反对票 你其他的决议就没办法成立嘛 那么假如说没有反对票 只有弃权票 会不会阻止一个提案 得到实行呢 不行 它是必须是反对票才有效 如果不是反对票 只是弃权票 或者缺席 你有意不去参加 不参加投票 那么这个 你缺席和弃权 看作是同一类 那么就是认为是无效 无效的话 那么如果其他的四个国家 都是已经达成了一致 那么提案还是可以得到执行的 所以说什么样情况下 才能够出现这样的呢 就是俄罗斯 它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它弃权 或者它不参加会议 然后呢 其他四个国家达成一致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罕见的 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所以呢我说 虽然大家有良好的意愿 大家一致 非常的愤慨 认为俄罗斯现在已经到了 它的这个现在的所作所为 跟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应该是差不多了 就是反人类罪 战争罪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普京将来一定会做一个 世界级的战犯 要遭受审判 所以普京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现在呢 好像联合国是拿它没办法 这个一票辅决制 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根本的改造 非常的遗憾 这个中国呢 获得这样一个联合国 五个常任国 这样的一个资格 一个席位 并不是由于中国 在它中共建政以后几十年 它的所作所为 获得了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而是因为当年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 主要发起国之一 是中华民国 所以呢 将来有一天 是不是可以让中华民国 恢复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席位 就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 到那个时候呢 这个 所谓一票辅决制 它能够行使的 这个范围 或者是 它能够助纣为虐的这种效用 就会大大的降低 甚至会消除 所以呢 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呢 难度很大 应该说难度很大 因为中国现在 从经济实力上来讲 从军事实力来讲 确实也是 能够称得上世界上五个大国之一了 那中华民国相对来讲 这个国力就 军力都相对比较弱一点 但是如果要是讲 从最初的发起的 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来讲的话 中华民国更具有代表性 好的 我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